好,同学们大家好,我们今天来讲解一下免费课,65课,写作总是6.5分,原因竟然是开头断跑题了,好,这个是我自己的一个,自己的一个经历啊,就是,呃,什么时候,年,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不是考了七次雅思吗,然后考完之后,结果每一次那个成绩都是,每一次有三次成绩连续都是6.5分,我当时都疯了啊,后来我们以为是压成绩啊,什么的, 后来采访考官,考官和我讲,是我的开头断了我跑题了,我当时心都凉了,所以希望你们可以避免这个错误啊,所以我们今天来学习一下什么呢,我们今天来学习什么样子的开头可以秒杀6.5分,然后就是如何两分钟之内写出七分开头的万能模板,首先我们来看一下什么样的开头,你就是直接就是6.5分了啊,我们就是traditional的开头,你先写背景,然后写你的观点加题目的主要, 加文章你要写的那个主要内容是什么,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啊,好了,比如说这个题的写的是,我说是比如说,这个题目是说我们现在老扔垃圾,你觉得这件事情的利弊分析是好是坏,好,如果我开头这样写,我写 其实是这样的,however,I think it is true that in almost every country today,each household and family produces a large amount of waste every week,this eyes will discuss,blah,blah,blah, 题目中问的是说,现在垃圾越来越多了,现在我们扔垃圾越来越多了,你觉得这个事情原因是什么,怎么解决这个问题,题目没有问你,扔垃圾这件事情的好坏是什么,你能明白吗,你这种情况呢,有可能像这样的开头可以跟你讲,你可能会说,那老师那个,我们老师就这样讲的,或者是说,老师你知道吗,就是 满分范文很多都是写背景的,确实是这样,但是我们采访了考官,采访考官之后呢,考官是这样跟我们说的,说,因为那个是考官的范文,他是这样跟我说,他说,哎呀,他说,那个是建桥书后面的范文,当然每一个都写背景了,我说,啊,不过说,为什么会这样,他说,因为每一个考官对于跑题的定义不同,我再给你读一遍,让这个评价,因为每个考官对于跑题的定义不同,如果你写了背景, 不被判跑题,你就是7.5分,就是我有一次,第一个,第一次考试6.5,第二周考试在British Council考,就是7.5分,可是我在IDP考试的时候,我没有写背景,我就是,我写了背景,我就是6.5,British Council考就是7.5,也就是说,IDP和British Council很有可能,他们两个的评分体系是不一样的,因为是不同的team在评分的,你懂吗,IDP是澳大利亚人评,British Council是British Council人评,然后British Council给了7.5分,同样的, 写法到IDP就是6.5分,我的body段落完全都是一样的写法,然后后来我问考官,他说就是这个原因,他说是因为有些考官对跑题的概念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觉得,你写了一个背景很好,马上7.5分以上,有人就觉得,写了背景,这题又没让你写背景,马上你就是6.5分了,能明白吗,所以他说,但是有的考官,如果你写了背景,就会判你跑题 irrelevant ideas,irrelevant ideas,task response里面就是6分那一个档的,所以很有可能,我有三次考6.5分都是因为开头的原因,可以明白了吧,好,所以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来讲解一下,怎么样可以,所以我跟你们说一下,一定要记住,你们自己在写作的时候,我们都是保7分的学生,你保8分是另外一个story,focus在你的body段,不管你保7还是保8,你都是focus在你的body段落的, 因为我们有很多学生是想保8分的,你肯定会问我说,啊,老师,我要保8分,我是不是一定要写一个背景,等一下我会给你看,剑桥书后面有满分的文章,都是没有写背景的,他有的文章就直接上就提一个观点的,好,我们来看一下啊,好,如何两分钟写出一个7分的开头,我现在给你看的这个例题,就是剑桥书后面满分的开头,好,我来给你读啊,先读一下题目,using a computer every day can have more negative than positive effects on young children,do you agree or disagree,每一天都用电脑,可能是对于年轻的,对于小朋友来说是弊端,大于好处的,利弊分析,好,我们来看一下,满分的开头第一句话是怎么写的,不是有些老师给你们写的那样,还一定要背,以前有一个老师妈的,我也不说他讲什么名字,很有名的一个大陆的老师,还说这些都是很好的开头,都要给我背下来,还会出书那个老师,就是那个,长得不是很好看的那个男老师,然后, 多少天,十天突破雅思写作的那个男老师,然后他就会说,一定要背那些开头,我背完之后,每次考都是五点五分,我都想撕掉他那本书啊,好,他那个书就没有这样,他那个书上来都是特别高大,上来开头,但是你会看考官的范文上来都是很简洁的,直接提出了观点,我来给你读啊,I tend to agree that young children can be negatively affected by too much time spent on the computer every day,这是一个多简单的句子呀,同学们, 哎,很简单,很清晰,我们之前讲的几节语法课全部都给你讲了吧,我说好的文章,满分的文章,就是这样,简洁清晰,第一句话提出自己的观点,我确实是觉得,而且他还重复了文中的词, young children,小朋友可能会受到负面的影响,如果他们在玩电脑上面花的时间很多,好,this is partially because,他直接就提原因了,可不可以在第一段写原因?可以,只不过我不建议,你能明白吗? 你们不要写这样,稍微是有一点点不适合你们了,我们就是简洁,第一段你可以就写这一句,I tend to agree that,就可以了,第二段说你在写原因是什么,懂了吧?好,然后我们再来看另外一个满分的开头,还是满分的开头啊,好,这个题目我就不给你们读了, 他是说呢,现在有很多的,不给你读英文了,直接跟你说中文,他是说现在有很多人的大部分时间都花在工作上面,然后我觉得呢,工作的满意度很重要,问题就是说呢,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你工作很满意,然后呢,你觉得在工作上面,我追求这个满意度是不是一个很realistic,是不是一个很现实的一件事情?好,我们看一下啊,题目的第一段,是不是就问你满意度重要还是不重要,对吗? 是不是应该追求这个满意度,我们来看一下,呃,满分文章的第一句是怎么写的啊,它写的是,Nowadays, many adults,你们都听得懂吗?很多成年人have full-time jobs,有自己的全职工作,and the proportion of their lives spent during such jobs is very high,而且他们在全职工作上面花的时间很长,这是不是直接改写题目啊?题目第一句怎么说的?As most people spend a major part of their adult life at work, 这就是题目第一句,是不是spend lots of time at work啊?是不是和文章中的这个,它给的范文里面的第一句,the proportion of their lives spent during such jobs is very high? 这一个很简单的改写,所以改写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难,好吧,所以它第一句话就是改写,后面的时候它提出了自己的观点,所以你会看,我第一句可以直接提出观点,完全可以的,或者是说像这样的题目,因为这个第二个题目和第一个题目稍微有点不一样,第二个题目就是,文章中给了你一个背景, 然后问你这个背景的原因,这个事实的原因是什么,那如果文章中给了你题目里面给了你背景呢?那你可以去改写,你不要自己去编一个背景,你可以明白吗?比如说刚才那个垃圾的那个题,如果题目里面就说了,就说啊,垃圾对于环境很不好,但是现在很多人都在扔垃圾,你文章里面开头可不可以说垃圾对环境不好?完全可以说,我在改写题目,懂了吗? 我这样跟你讲的原因就是因为考官会对着看的,每一个考官,考官跟我说,因为他在现场给我判我的文章说,我看他就是这样判,他每次都是,他说你看,我会先读一遍题,然后再看你这句话,然后再读一遍题,再看一遍你,这个段落是什么,我说你每次都这样,他说对,他说每一个考官判作业的,判文章的时候都是非常非常紧张的,因为他们strictly monitored,所以这个特别特别重要,来,我们来看下面一个题目,下面一个题目是问你, 利弊分析的,利弊分析是什么意思的,同学们,还是给你一个背景吧,问你这件事情的利弊分析,好,我们来看,some experts believe that it is better for children to begin learning a foreign language at primary school rather than secondary school,好,有些人觉得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应该是在小学的时候学习外语,然后紧接着,他的这个文章的第一句话就是改写了,他就会说,children have begun studying foreign language at secondary school, 这是不是事实啊,好,but introducing them earlier is recommended by some educational list,是不是这样,有些人说我们现在不应该,题目里面给的你是不应该中学学,应该小学学,强调意思不就是现在很多人都是中学学吗,所以我们应该小学学,他是不是文章里面做了一个改写,能明白了吗,好,也就是说文章不会出现题目里面没有出现的背景,它出现的都是题目里面有的,懂了吧,所以这样就是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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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 可以拿到百分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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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分 题目分为观点类和事实类, 观点类就是题目给了你一个观点, 问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或者给了你两个观点让你讨论一下, 我们来看观点类, 比如他会这样问你, 他会说我们现在很多人都住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 有些人觉得这个对于, 我这个题就直接说有些人觉得住在一个多元化的社会里面, 对于每一个人都好, 你同意还是不同意, 那我这个时候第一步怎么办, 还记得吗, 改写题目, 那题目这第一句话给了你是一个观点, 我就用我们这个万能模板就可以了, it is believed that, 你也可以说 it is thought that, 或者说 it is stated that, 有这么很多人都这样说, 是不是用了一个形式主语啊, living in a society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can bring everyone benefits, 稍微改写一下就可以了, I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很简单, 这就是满分的文章的开套, 不用那么简单啊, 不用那么复杂, 能明白是不是和刚才给你看满分文章那个套路一样的呀, 所以你们都说我的课程, 我的文章很像考官的范文, 我也是超赖的同学们, 只不过我比你们花了更多时间去研究而已, 好, 我们来看一看recipe 2, 好, recipe 2就是discuss boss field的那个题, 题目跟你说了, 有些人觉得multicultural society好, 有些人觉得不好, 好, 我们把两观点讨论一下, 给出你自己观点, 听好啊, 我们就用我们背的模板, 有些学生可能会说, 老师你总是被套路这个boss field的题, 被套路没有什么高大上的背景, 那肯定会被扣分的, 不会扣分的, 因为正常人就是这样说话的, 你能明白吗, 有些时候你们会说, 老师我不想用这个你课程里面的, 买了我课的学生说, 老师我不想用你课程里面的ABC, 因为会跟很多人都用的一样, 我说同时我的学生哪个国家都有, 你担心这个干什么, 他说老师我怕人家被叛是跑题或者什么的, 我说正常人就是这样正常说话的, 比如我们讲口语, 我说讲stress, 就是stress me nuts, 或者是说讲我有很多事情要做的时候, 我们不是说it's hard for me to juggle my work, study and family responsibilities吗, 好, 那正常人就是这样说话的, 不是没有人会觉得你是敲来的, 同学们, 所以同样的, 我们boss field用这个, there are conflicting views about whether living in a society with people from different cultures will bring everyone benefits or not, this essay will discuss both sides of this argument followed by my own perspective on this matter, 就可以了, 我自己是这样写的, 每次都会在7分以上, 然后外教也跟我说, 他自己去考试, 他也是这样写的, 他都是8分, 能明白吗, 他每次都是8分以上的, 所以没有什么, 主要就是你的body端啊, 开头结尾记住写的快, 用模板, 然后没有错误就可以, 好, 你们记住, 当你去判断这个题目是观点类, 还是事实类的时候, 好, 你就记住, 如果他不是agree或者disagree, 或者是boss field的题, 我刚才讲那种两种题, 他肯定就是事实类, 什么叫事实类, 事实类文章就是第一句话不是一个观点, 会给你一个现象, 问你这个现象是好还是不好的, 那这个时候你的第一句话还是改写这个现象, 只不过是一个完全的改写, 你没有什么套路了, 可循了, 所以你就需要去develop你改写的功能, 比如说这个题, 他有可能会这样问你, 他说现在呢, 有很多社会呢, 都会有人来自不同的文化, 你觉得这是一个好的还是不好的, 好, 这样的题, 如果你开头给我写成了, it is belief that leaving in a multicultural society has many benefits, 我马上给你6.5分, 你抛题了, 因为题目里面没有人跟你说我的观点是什么, 这是你们最最最容易犯的一个错误, 能明白吗, 你们不看题, 题目的第一句话明明给你是一个现实, 就是there are many societies, 那你改写怎么改写, 我就写说, in many countries, it is common for us to see residents coming from different cultural backgrounds, 就可以了, 然后给出你自己的观点, I think that this is a positive trend, 很简单, 然后紧接着下面一个, 如果他问你, are there more pros than cons呢, 一样的意思, 第一句改写, 最后一句改一下, 写成I think that there are more benefits than drawbacks, 就可以了, 好, 然后我们看下面一个题, 有可能呢, 题目会问你呢, reasons和trend, 他会问你说, 现在这个还是跟你说一个事实, 现在这个社会有来自不同地方的人, what are the reasons, do you think it'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trend, 我们第一句还是改写不变, 那我们第二句说稍微变了一点点, 我要说我自己的观点, 同时我要说文章中要说什么, 你是不可能在你的开头段, 把你的原因给summarize的, 因为你的原因有可能有三个, 有可能有两个, 而且你还没写, 那写的时候又变卦了, 你知道吗,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写原因的时候, 我们这样写的时候, 这个时候我第一句话怎么写啊, 还是写, cycling has become less popular than before, 直接该写, 然后this essay, 我不可能把原因都写, 我还是写, will discuss contributors to this phenomenon, and suggestions to promote cycling, 就可以了, 你可以写promote cycling, 或者你可以写, how to make cycling more popular than before, 就明白, 能明白了吗, 这几种类型和前面那个, do you agree or disagree, discuss both views and give your own opinion, 也是不一样的, 因为这几种类型的, 第一句话给你的都是一个事实, 你不可以在你的开头段写成, it is believes that, there are a suggestion that, 如果你写, there is a suggestion that, 如果你写成这样, 反正我是直接会给你6.5分的, 我不知道大部分考官会怎么样, 有的考官会直接给你6.5分, 好, 下面我们有个小测试啊, 好, 听好, 多项选择题, 你需要选择不是7分的, 不是7分的, children spend lots of time on watching TV, do you think this is a positive or negative trend? 好, 大家小朋友花好多时间看电视, 你觉得它是好的还是不好的, 选择不是7分的开头段, 好吧, 好, 然后呢, 如果你是看视频的同学, 你现在停一下, 我等一下讲答案, 你自己去做一下这个题, 如果你是听音频的同学的话, 你应该都做完了在微信上面, 对吧, 我来告诉你一下答案, 不是的, 我们来看一下, 第一个是不是, 首先我们来看判断一下, 他问题是positive还是negative trend, 那很明显, 他不是agree和disagree, 也不是boss view, 那我第一个句话肯定就是一个事实, 我不可能出现, it is believe that这样的句子, 也不可能出现说我的观点什么什么, 其他人的观点是什么, 好, 我们来看一下啊, 好, 我们你可以竖着看, 你知道吗, 这三个都没有出现观点, 那都有可能是对的, 我们再来看第一个, watching TV is bad, for children's studies, but some TV programs are beneficial to children, I believe that, 好, 这个有什么问题我告诉你, 这是错的, 因为第一句话是一个背景, 题目里面没有说看电视不好, 只说小朋友多花时间看了, 直接了啊, 不是7分, 再往下啊, 就是不是百分之百是7分, 再往下, children spend more time on watching TV than before, 这个是不是题目里面的, children spend lots of time on watching TV啊, 好, 所以这个就是对的, 直接把它就判对了, 就可以了, 再往下, watching TV is bad for children's studies, and will damage their eyes, 这个是不是又是一个 watching TV的利弊分析, 一个弊端啊, I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什么statement呢, 妈的题目里面根本就没让你agree, 或者disagree, 让你说你自己的观点呢, 能明白吗, I agree with this statement, 题目没说这个statement, 所以这个明显就是错的, 懂了啊, 好, 我们都讲完了, 所以第一个和第三个是错的, 第二是对的, 如果你想学习我们完整的一套方法的话, 可以去注册一下我们的11天的免费课程, 你可以去学习16天, 我怎么样16天, 或者写作7分的40组ABC和4个recipe, 然后呢, 我们是网络课程, 直接到关注微信公众号亚斯林就可以了, 然后完整版本的课程是包括200组ABC组, 100多个考试真题和ABC组答案, 主要就是教你怎么样去, 灵活去运用那些ABC, 碰到任何题目都会回答, 然后我们是网络, 也是网络课程, 大陆同学可以学习的, VIP课程是有外教作文批给22篇, 还有独家语法表格, 这个语法表格很重要, 每次都说一下, 是因为我怕我们VIP学生忘了用表格, 他们总是忘了用啊, 你们看这是一个7分学生的表格, 人家都给写了啊, 你们经常不写你们的表格啊, 你们记得每一列都要写, 就是我们外教会把你们的语法错误全部都给分类, 好, 很多免费课程到那个kissus.comdailylessons页面YouTube频道全部都可以找到啊, 好, 希望这些课可以帮到你,